当赖清德因为他缺乏国际观 因为他充满偏见 对世界的认知上 根本就只有白痴的程度 所以他还自以为是的讲出来说 我还没有要跟中国大陆签合并协议 我永远都不会跟中国大陆签合并协议 老实讲 讲出来大家都笑 未来如果 台湾真的被赖清德带上 跟大陆对撞的不归路人的话 赖清德一定拥有一个实力 我相信别人跑不掉 像我跑不掉 台湾很多人都跑不掉 赖清德全家一定跑不掉 实际上他全家 五千一半以上都在美国 就是这样子而已 实力不会带来战争 实力可以换取和平 见你个火鬼吧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本来就是一个 很缺乏国际观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自以为是 然后每天喜欢在同温城自嗨的 但是呢他最近讲的一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笑 因为他去佛尔摩沙这个什么学院 反正就是台湾那些基督教长老教会 去搞出来的 他们想要搞一个什么民房组织的 这样一个大会上面 然后呢去强调强调一件事情 说我绝不可能跟大陆签什么和平协议 那台湾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台湾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有实力之后才有和平 哇台下欢声雷动鼓掌哦 然后一些这个绿营媒体 就觉得他讲的好棒棒哦 那甚至呢我的好朋友呢 方卫海岸呢也说 嗯我就是欣赏这样子 就是直接了当 讲话态度明明明明白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很好干的很好 我也觉得他干的很好 说真的 因为他让我清楚的看到一点 赖清德根本就是个白痴 真的啊 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 我根本就不要跟大陆签和平协议 我问你一件事哦 大陆有说要跟你签和平协议吗 人家有这样讲过吗 哈喽你听见我吗 人家有这样说吗 拜托 大陆 会跟你签和平协议 只有一种状况下可能 哪一种状况 就是 你认为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你承认九二共识 我们是两岸是一家人 在这种情况下 才可能跟你签和平协议 那如果 你根本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你认为你就是台湾人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吧 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叫做一群 不是中国人的人 卸占中国人的领土 那对你还有什么和平协议好签 唯一可能的和平协议 大概就是 签完之后你们全部滚蛋 离开中国人的土地 就是这样的 不然的话 还有什么和平协议可以签 所以 从蔡英文上台之后 大陆那边就再也没有人提 什么签和平协议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根本不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当 你都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的时候 跟你签什么和平协议 那不是根本就是个笑话 和平协议是马英九那个时候 当时马英九也提过不排除签和平协议 那为什么 马英九为什么要提 因为马英九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马英九认为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马英九认为两岸大家都是同胞 所以我们才能签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代表什么意思 和平协议代表要结束 两岸现在的内战状态 请大家注意 其实 如果不管是依照台湾这边的宪法 或是依照大陆那边的认知 实际上 现在两岸其实还是处于内战状态 只是大家现在没有真打起来而已 那本来 大家是希望能够用两岸不断的增进交流 沟通 能够慢慢慢慢慢慢化解彼此之间 过去的一些误解 过去的一些观念上不同的地方 能够慢慢趋同 到最后能够回归统一 那如果民进党没有这种认知 我们也都知道 赖清德根本就是认为他要独立 他根本就不想跟大陆在一起 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那跟你有什么和平协议好谈 所以这根本就是个假议题假命题 因为没有和平协议可以签 你想签大陆都不会跟你签 我讲实在话 你做梦吧 你想的美 大陆要跟你签什么和平协议啊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按照赖清德所谓的 台湾大陆一边一国 那大陆跟你签和平协议 岂不是等于承认你是一个国家 岂不是承认 台湾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怎么可能跟你签这个和平协议 所以赖清德就在他自己的同温层 在那些长老教会那群250 那边在那边自嗨 然后赖清德呢 最近拼了命的 不断的在搞什么社会任性委员会啊 什么民房组织啊 在搞一大堆这些有的没的 这就是他所谓的增进台湾的实力 他那个逻辑其实很怪 他说有实力才会有和平 我告诉你这句话很明显就是错 任何一个对人类历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有实力跟有没有和平 一点狗屁关系都没有 请问一下俄罗斯有没有实力 有啊 俄罗斯很有实力啊 被视为世界军武排名第二啊 那结果呢 结果请问一下有和平吗 没有啊 乌克兰 你觉得他没有实力吗 他能够跟俄罗斯撑这么久 你觉得他真的没实力吗 他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啊 请问一下和平在哪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些参战的那几个国家都没有实力吗 都很有实力啊 有实力就打到 死了几千万人了 不就这样吗 即使是中国 二战时期的中国一开始 相对日本中国很弱 可是如果不是中国大陆有实力的话 这个战争会打这么久吗 一开始西方可没有对 美国也没有对中国大陆有多大的帮助 那中国一样单独撑了那么久 所以他也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 那有实力又怎么样 有实力跟会不会发生战争 狗屁关系都没有 所以赖清德就是一个对历史也不懂 对国际关系也不懂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赖清德老实讲 他从他上任以来到现在 提出了什么新两国论啊 又是什么社会任性啊 又是什么有实力才有和平啊 又是什么不会签 两岸和平协议啊 其实在在只写是一件事情 他的水准就是网路小白的水准 就是那些没事就在网路上歪歪 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实际上讲出来就是一场笑话的人 就是这样子啊 才几个月完全被人家看破手脚 虽然我是早就知道赖清德就是这种水准而已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丑 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全世界宣誓 怎么样我就是个白痴 不然你要怎样 他现在就 他现在正在演这出戏 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然后还有那些绿营的媒体 所谓的绿营的学者 他还讲说哇赖清德讲的好棒棒 光是他去提个爱魂条约 就已经存到一个极致了 可是这些绿营学者不觉得他蠢 这些绿营的支持者不觉得他蠢 为什么你知道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他们跟他一样蠢 每一个人有自己书业有专攻 有的人的专场可能是在医学 有的人的专场可能是在数学 有的人专场可能是在社会工作 可是至少在国际观这一块 民进党赖清德还有这些民进党的支持者 绝大多数基本上认知跟白痴没什么差别 真的啊 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啊 因为他们最喜欢讲的就是 我们跟世界上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光是这句话我就觉得非常好笑 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请问一下民主国家的定理是什么 美国这一种歧视黑人歧视到黑人都大暴动 国家算民主国家 国家算民主国家 那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有黄氏 算不算民主国家 王权非常大 现在都是王权在管事哦 那请问一下他算民主国家吗 新加坡人家一样有选举啊 那请问一下他算民主国家 还是不算民主国家 那伊朗算民主国家吗 俄罗斯一样有选举啊 他算不算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你看就知道 民主国家根本就没有国际上的定义 你说要有选举制度 大陆一样有选举制度啊 那为什么大陆就不算民主国家 因为民主国家没有国际共通的定义 那对美国人来说 美国人认为你是民主国家 你就是民主国家 那美国人什么时候认为你是民主国家呢 当你对美国有好处的时候 你就会被民主国家 不要忘了 美国出卖过台湾好几次 台湾会处在现在这个境界 不就是被美国人卖掉的结果吗 结果你到现在叫台湾人不准怀疑美国 要必须相信美国 要全部投靠美国 不能有任何以美论 然后说我们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谁跟你站在一起啊 请问一下这些来台湾有吃又有吃 大包小包带回去的国家 哪一个跟台湾建交啊 哪一个承认台湾是个主权国家啊 一个都没有 包括美国自己都没有 不是吗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请问一下他们什么时候跟你站在一起 是你以为你跟他们站在一起啊 在我看来这好比 什么你知道 就是有一个男生 他看到一个女同事很漂亮 就天天帮他买早餐买午餐 然后钻车接送 然后呢就很骄傲去跟朋友讲说 你看我们女同事跟我是好朋友 你以为你跟他是好朋友 不是啊 实际上你只是他的工具人啊 那抱歉 台湾现在就是那个工具人 美国根本没有把你当朋友 如果他把你当朋友的话 为什么他选择的是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不是选择跟你建交 为什么美国口口声声 我很自治台湾 力挺台湾 我要哪个法案 要拨 拨钱给台湾 那结果呢 结果 台湾又加入这些国际组织 美国弃权的弃权 不甩的不甩 当做没看到的没看到 这不是都摆在眼前的事实吗 所以 当赖清德 因为他缺乏国际观 因为他充满偏见 因为他的程度太低 因为他 在对世界的认知上 根本就只有白痴的程度 所以 他还自以为是讲出来说 我才没有要跟中国大陆签和平协议 我永远都不会跟中国大陆签和平协议 然后讲出来大家都笑 你以为你是谁 但是呢 实力还是很重要 什么实力很重要 我也相信赖清德有一个实力 什么实力你知道吗 就是未来 实力 实力不会带来战争 实力可以换取和平 见你个活鬼吧 谁相信赖清德 谁赶快去医院报道 挂号看医生 找到说不定会有打折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